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金刚狼机甲完成了 他完成之后给换血的第一感觉呢 手是不是有点长呢 给我的感觉真的有点像一只大猩猩啊 这和乐高76202金刚狼机甲呢 一共有141片乐高计划构构成 里边包括有一个人载 官方定价99元 作为小个儿的乐高超级英雄的机甲 其实他的表现呢 我觉得跟之前几个机甲差不多啊 首先我们先来看人载 这一个人载金刚狼呢 是这一套独占的人载 虽然乐高之前也有出过金刚狼的人载 但是金刚狼的人载在乐高的套装里边 出场率呢并不算高 一共也就只有四个形象 这四个形象的金刚狼呢 全部都是套装独占的人载 看上去呢 似乎还挺值得收藏 那这个金刚狼呢 也是两面的表情印刷 手里呢也拿着尖爪啊 身上这件衣服 使得他看上去肌肉也是异常的发达啊 这个金刚狼人载值得收藏一下 那我也特意去第三方市场里面 上面搜了一下这个人载的价格 最低的呢38元左右 最高的话在50多元 所以这个人载的价值 反正值得收藏吧 接下来再来看的呢 就是这个机甲啊 说实话 这个机甲呢 它的样子虽然看上去略显怪异一点 但是它的可动性相当的出色 它的手臂呢 是靠一个小的球形关节键 直接接在身子上的 这边上面也是两段球形关节键 使得它的灵活性相当的出色 它的手指呢 虽然只有三根手指 但是全部都是通过C型钩挂接在手掌上 灵活度还行 最关键的作为金刚狼的机甲 怎能少了利爪呢 这个利爪呢 也是用大家藏在幻影忍者的套装里面 看到的那个大的刀剑来模拟的 它的脚呢 依旧也是同样的小的球形关节键来连接 这边胯部膝盖脚踝全部都是很好的给制作了出来 而且这个球形关节键呢也并没有太大的阻碍 所以你动起来 应该可以做出很多不错的姿势啊 来给各位在看视频的大爷表演一个荆棘独立 它的脚掌呢 接地面积还是挺大的 看这么大的接地面积 所以它还是能够很容易的安稳的站在桌面上面 摆出各种你想要摆的姿势 而且这一套呢 也是没有贴纸的 你身上所看到的其他的图案呢 全部都是印刷件 来 它的驾驶室呢 就在这一边 跟之前老的机甲也一样 里边没有什么操控台啊 操控面板啊什么 只是脚往当中一夹 然后盖子一盖 你看连脑袋都被节省了 直接用人仔的脑袋来代替机甲的脑袋 猛一看呢 为什么我总莫名觉得有种激动警察的感觉呢 那这一盒76202金刚狼机甲呢 你现在在万能第三方渠道上面 差不多五六十元 就可以买到一盒全新的 而同期推出的呢 还有两盒 分别是76203 这个钢铁侠机甲啊 以及76204黑豹机甲啊 后面有空的话 坏雪再做出来 来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好了 今天坏雪乐高仓库就在这里 这一个乐高漫威超级英雄 76202金刚狼机甲 你还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简单分享 我是坏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